- 購買便宜安全的NBA 2K My Team遊戲幣 請到SafeNBA My Team.com 使用打成碼 NLX5 小售5Pi優惠唷 哈囉你好我是Noros 豪奇女的話我們要進行好久不見的交易事件錄 那其實在最近12月15號 這個部分被交易的球員終於可以進行交易了 在這個情況下的話 我個人認為首選來說 我覺得最需要關注的 就是我們的荊州勇士隊 今年各位可以看到5勝24敗 基本上我可以說他們與基歐賽已經毫無關係了 我覺得這個整個戰場已經完完全全 已經不在基歐賽這件事情了 我現在個人認為荊州勇士隊在今年必須做一件事情 就是做一個交易 那我個人認為今年最可能被交易的人 第一個是D'Angelo Russell 第二個是Dramond Green 那這兩個人我個人真的要講的話 我個人認為D'Angelo Russell更容易被交易 那這個情況下的話 我這邊就想看一下D'Angelo Russell 如果拿去交易的話 這所有隊伍裡面他會給他什麼樣的籌碼 好我們今天就先來看一下這個籌碼吧 好那我們這邊首先先來看一下這個 芝加哥公牛隊 他居然是使用 Zuck Lavin 再加這個Felicio 那基本上這個交易案如果你跟我講的話 我絕對不可能這樣換 以整體而言 Felicio是一個基本上 輪替外的一個球員 他這樣換的話 第一 第一你薪資空間也沒有減少 第二 整體的戰績你也不會提升 你加了個Zuck Lavin進來 你這樣還是讓Clay Thompson去打一個三號位 所以我覺得這個陣容完全不會提升 那我們來看看第二個 好那這邊接下來的話 是這個D'Angelo Russell加這個 Alan Smelegic 去換Treston Thompson以及Jordan Clarkson 那這個基本上 嗯 好啦其實他們這個有一個好處啦 首先我們可以先用半年的Treston Thompson 然後之後解決薪資空間的問題啊 那Jordan Clarkson本身他也是同樣的概念啊 他相較起來比較算是一個 衝擊藍框型的一個二號位啊 那這邊的話 可惜他防守又不好 那這個情況下的話 我覺得 他唯一能做的事情 就是解決D'Angelo Russell本身的薪資問題 除此之外 基本上他們這兩個人 這個交易案沒有任何的意義 不會用這樣的換 好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個 好那我們這邊再來看 這個Runji快點隊 所丟出來的這個交易包裹 那這個交易包裹的話 我個人認為相較起來 可能還有一點點意義的 首先Patrick Beverly本身 他就非常非常適合勇士隊 因為畢竟現在勇士隊 非常非常缺少防守 而也缺少了有經驗的老將 Patrick Beverly本身他就是這樣子一個31歲 然後並且有豐富的防守精英的一個球員 那這個情況下的話 他肯定能夠代替現在這個整個勇士隊 都是以年輕新秀而為主的一個情況 那這邊的話他是可以做到的 那第二點就是Hokulis Hokulis的話是201公分 整體而言的話 身高上甚至比Dramon Green還要再高一些 那這邊他算是一個可三可四的一個3D型風險 只是我個人認為他的速度可能有點偏慢 就是如果你要打像勇士隊這麼高節奏的一個比賽的話 他可能不是一個最棒的選擇 這是我個人對他一個評價 而唯一能夠幫助到的地方 只有幫快點隊去拿下今年冠軍 Diangelo Russell抓去打快點隊 他媽的還不飛上天 這個我就是想講 這個宵夜如果真的成真的話 勇士隊第一腦袋壞掉 那第二點 就是勇士隊現在說成成之美 就只有這兩個可能性 所以這個組合我們也不用想 好那這邊的話一樣是這個 Malagic跟Diangelo Russell 然後去換這個 Valanchunas跟Joey Crowder 那這邊Joey Crowder的話 算是一個非常典型的3D球員 他本身有一定程度的一個三分球投射 那加上這個外線防守的話也是有相當不錯的一個表現 那這個情況下我們還可以補進了這個 Valanchunas 那這邊的話可以幫助這整個這個勇士隊 呃完全沒有任何防守的一個隊伍裡面 呃去加到更好的一個防守 然後並且Joey Crowder這邊 可留可不留 那這邊算是完美的幫助了金鐘勇士隊 呃但是呢 我就覺得Diangelo Russell去 就只會跟這個Diangelo去撞位置而已啊 這是我唯一的感覺啊 所以我覺得這邊這個情況下 勇士隊可能會想這樣換 但是 漫威士慧龍隊絕對不會這樣換 這是我對這個交易案的一個感覺 好那接下來這個我個人認為根本就不用看啦 就拿一個2020第一輪的選手拳 然後再加上這個 潛德勒帕省士啊 那這個情況下的話 純粹就是 呃 拿選手拳嘛 然後明年省新制空間嘛 他只有這個作用啊 我覺得不用看 好那這邊來看一下這個黃蜂隊的這個交易案 那我個人認為 這個交易案啊 雖然我們可以要到Miles Bridge這個 還算不錯的這個新秀啊 但是我覺得了 他不是一個那麼稱職的3D型車椅啊 因為他畢竟防守並不是這麼好 但是也有可能是因為整體黃蜂的那個心態 就是長那樣子 所以我覺得 不好講 但是我覺得 他算是一個年輕又有潛力的球員 但是還需要一些時間的磨練 那這個TerryRozzi呢 呃 我個人認為這個新資他真的就是過癒了 這真的不是我看不起他 是真的我覺得1989萬在一年裡面真的是 太貴了 只是我對於TerryRozzi的這個球員本身我覺得他真的是有點偏貴 所以我覺得 雖然這兩個球員可能未來都很有發展 但是我覺得 我是覺得算了 我真的覺得這樣不太對 好那我們這邊再來看一下紐約尼克隊這邊交易案 好我真的覺得這個交易案是好的 而且是對雙方都好的 這是一個雙向都非常非常開心的一個交易案 首先第一點 D'Angelo Russell 加盟紐約尼克隊 他只是重新的回到紐約而已嘛 他只是 往隔壁再 再踏了一下嘛 我覺得 我覺得這點本身 呃 看他意願啊 我個人認為這個是對他來說有點尷尬的事情 那第二點就是Marcus Morris 再加上這個Bobby Paulis這兩個人 完完全全解決了現在 勇士隊的問題 首先Marcus Morris 203公分 這樣的一個身材 在打三號位上面的話 首先Marcus Morris 203公分 並且他的三分球是非常非常 不錯的一個球員 所以這個情況下的話 他可以補足這個整個勇士隊的一個整體的火力 那我們這邊再來看看這個Bobby Paulis 這個球員本身呢 他算是一個 我記得他一開始在公牛隊的時候 他是打一個 4號位居多 那現在在紐約尼克隊打的是 5號位可能多一點 但是這個情況下的話 我們可以考慮一個點就是 把他變成一個 小球陣的一個5號位 那這樣子整體而言的話 速度假設如果可以跟得上的話 這樣的一個陣容是真的可以讓這整個勇士隊變得更好 而且 真的 就算他們再怎麼不適用 他們也不過只有一年合約 明年要流要走 就是看他們自己 這個我個人認為這個是進可攻退可守的一個交易案 所以我覺得 這個對雙方來說都是非常非常棒的 紐約尼克隊這個交易案的話 我個人認為我是給過的 解決勇士隊在側翼上的問題 然後並且再加上一個可以打小球的一個5號位 這個是我覺得還算不錯的一個交易陣容 好那我們這邊再來看到這個阿倫多魔術隊所給我們的這個交易案 那我們這邊的話可以看到這個 D'Angelo Russell Fmaligich 這兩個人的話 我然後去換 Aaron Golden Evan Furnier Evan Furnier這邊201公分 所以在身材上的話我個人認為算是 所以在身材上的話我個人覺得OK 然後並且 Aaron Golden如果去 打一個小球5號位 也不是不行 因為在整體而言的話 我個人覺得這個陣容 Aaron Golden本身他也有一點三分球能力 就是我覺得他可以融入勇士隊體系最大一個重點 所以我覺得 在 最後來說的話 這個陣容唯一我覺得需要擔心就是 我覺得Furnier他本身的外線防守能力沒有好到 可以 像是之前Android 那種索邦級別的一個程度 所以我這邊其實對於 這個勇士隊防守能力整體而言 我覺得還是有一些問號的地方所在 這個是我對於這個交易案的一點看法 但是 我覺得真的要講的話我覺得 剛剛紐約尼克隊那個陣容會比這個陣容再適合一些 這是我的一個想法 好那我們這邊再來看一下 達拉斯獨棋俠俠隊 那他這邊的話 WOW 這邊是用這個 Dendro Russell跟這個 Almary Bellman 去換這個 Posingis 還有這個 Laron Wright 那在這樣的一個陣容 我跟你們講啊 你覺得我會說這個陣容是好的一個陣容嗎 我倒覺得不會這樣講啊 我覺得這個就是 我覺得這個陣容的話 對達拉斯獨棋俠隊一點好處都沒有 你知道嗎 因為畢竟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現在我們已經有Luca Donchich了 我們又何必 再要一個 Dendro Russell呢 我個人覺得是完全沒有必要的一件事情 他本身已經可以打一個控球前鋒了 我倒覺得Dendro Russell完全沒有任何必要來了 這是我現在對達拉斯獨棋俠隊的一個看法 那在這個情況下的話 Posingis跟Donchich這兩個人配合起來 就是相當起來更好一些 所以我覺得這邊 再補進一個Dendro Russell 反而會 我覺得變成兩個人在控球 這個反而不是一個最好的現象 這是我的一個想法 那勇士隊這邊 第一點 你沒有解決你的薪資問題 你要來了的Posingis 然後呢 所以呢 這件事情就是後續交易啦 就是你要把Dramon Green換掉啦 當然你最後 Staven Curry Klay Thompson 然後最後再加上個Posingis 這個陣容固然看起來是 很棒的 這是沒有錯的事情 等一下 我這樣想想 他這樣 就可以做 兩筆交易了耶 我先把這筆交易案做出來之後 我再把Dramon Green 名正言順的把它丟掉 薪資問題解決了 好像有點道理喔 這個交易案的話 變成 你要看兩筆交易案 就是你現在看這一筆交易案之外 你還要看下面那筆 把Dramon Green交易掉那個交易案 他能不能換到好的東西 如果能換到 這個交易案就是成功的 如果沒能換到的話 這個交易案就是失敗的 現在這個情況就是這樣子 我覺得Posingis 不是不能交易來 只是這樣子他們沒有解決薪資上的問題 如果他們解決薪資上的問題的話 就是把Dramon Green交易掉 然後去換成這樣子的話 第一 他可以讓整個陣容升級 第二 他可以解決薪資上的問題 完美 如果真的成功的話 就是就是完美 好不好 好那我們這邊再來看看 這個Dramon Green交易案 那我個人認為這個Vail Button 我跟各位講 如果今年沒有Vail Button 你看金塊隊今年能拿下西區第三嗎 現在啦 現在是西區第三啦 可能過兩天不好講 但是目前為止 在我做影片當下他是西區第三 沒有他 沒有現在這個Dramon Green塊隊 所以第一點我會先講 我覺得Vail Button不會被交易掉 我們要來假設能被交易掉的情況下的話 Vail Button這個地方 Vail Button這個地方 完美的解決薪資對現在所缺的任何的東西 能切 能三分 能守 偶爾還能控個球 這麼牛逼的一個球員 哪裡找 就在Dramon Green塊隊 這個情況下 我只能說一件事情 這個交易如果真的成的話 首先 Pormel Sep 這個交易案 你交易來之後 你用他 不用他 無所謂 所以你就可以把他拿來打一個五號位 明年 要留不留看自己 Vail Button 對我們來說就是撿到一個 大寶藏 Bigger Treasure You know that 他就是一個非常非常 棒的一個 存在 對於金中勇士隊來說 然後這邊 丹佛金會隊 會做出這個交易案 首先第一 頭殼撞到 第二 他想把自己家的 Jama Mori 打掉 就只有這兩種可能 要不然你真的跟我說這個交易案會成 我還真的不信 我真的不能想看這個交易案成的情況會是什麼 草 這是我對這個交易案的看法 金中勇士隊一旦得到 Vail Button 明年 同返 季游賽 沒有任何問題 這是我對這個交易的看法 好那我們這邊再來看這個 紐浪狼T5隊啊 我跟各位講 這一筆交易案 你他媽會成 沒有啦 我是先跟各位講啦 True Holiday本身要被交易到這點 這個是擺上檯面的事情 因為現在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整個紐浪狼T5隊本身 他的問題很嚴重 他在整個西區裡面 排名倒數第二 那第一名是誰 就是我們金中勇士隊 那這個交易案 首先第一點 菜季互佐 那再來第二點 這個交易案能幫助 T5隊得到什麼 私上的幫助嗎 並沒有啊 並沒有啊 Lanzo Boog 只是最多跟他的前隊友 再匯合一下而已啊 最多最多就是這樣子而已啊 這個能有什麼 具體上的幫助嗎 Kenrich Willis 我個人認為他甚至打替補而已啊 他當然 能受三分這點 我能認同 但是這個交易案能拿來幹嘛 我就問各位 好啦我覺得這個不用討論 你去你用一個年輕的去換一個更老的 然後你也沒有比較好 那我覺得 沒有人會這樣換啊 好不好 好那我們這邊再來看這個 多人多幫助隊給我們 什麼樣的一個交易案 那這邊的話是 Kel Rory 再加上一個 Norman Pell Pell的話 其實 呃 他算是一個 23號位的一個搖擺人 所以我覺得他在這個位置的話 呃還可以 畢竟他防守也算是不錯 然後 也有一定程度的投射能力 那在這個情況下的話 我個人認為再加上這個Kel Rory 呃Kel Rory 畢竟也是33歲了 他也算是有點年紀了 我也不知道他能夠保持 這樣的一個能力 到達多久 但是呢 我是覺得啦 這個交易如果真的成的話 其實對勇之隊來說的話 算是一件 還算OK的一件事情 畢竟他也只不過是多交了一個 2021的 第二輪選右拳 這個東西其實真的是有跟沒有一樣啊 那在這個情況下的話 我們可以用 Deadora Russell 去換一個 呃 搖擺人 再加上一個 還不錯用的一個控救後衛 一個隊伍裡面有兩個全明星控後 這種感覺是相當相當美滋滋的啊 但是 這個就得看Kel Rory本身他的心態如何啊 他搞不好在這個期間 他剛好可以來到勇士隊 然後慢慢轉成替補有沒有 因為畢竟身材也是 不那麼吃香 再加上他的球技可能會逐漸退化 在這個情況下的話 選擇來金鐘士隊或許也是不錯的一個選擇 但是就是 無奈 無奈的事情就是 這個教員 一出去走的話 就是 再多加一千多萬在自己的心智空間裡面 就是讓你整個 補牆都不用補 就直接原地爆炸 那這個是這個教員裡面的一個缺點 就是我對這個教員的看法 那麼這邊再來看一下這個放華城太陽隊的這個組合 那這個組合的話 我個人認為 非常非常的具有誠意 Deadora Russell 跟這個Alice Malagic 這兩個人去換 Cal Oubre 還有Rookie Rubio 整體而言的話 我真的覺得這個教員會變得非常非常的棒 首先第一點 解決的風險問題 我們今天講了這麼多 完完全全就是在幫勇士隊去解決他的風險問題 那這個Cal Oubre 完全可以幫助勇士隊解決這件事情 那這邊Rookie Rubio呢 他在這個爵士隊的整體表現都還算不錯 那這邊被教Rookie Rubio之後的話 我個人認為他現在的這個狀態就有點小尷尬 因為在我眼裡的話他的這個瘋芒完全是被這個Demon Brooker給造住了 他其實表現起來並沒有我們想像中的這麼好 他在這個賽季的場均13.1分 然後4.8個籃板 雖然助攻還算不錯但是他整體的三分球命中率連三成都不到 現在是29.3啊 那整體而言的話我就覺得這個球員本身 在進攻火力上的話 或許他打替補可以代替掉Laviston的一個角色 然後並且他有傳出不錯的一個助攻術 我個人認為Rookie Rubio這邊的話短時間之內還是會當先發 但是當Steven Curry一回來之後的話他就會變成一個替補 那這樣的情況下的話他就會慢慢的變成Laviston的一個角色 所以這個情況下的話我個人在想 其實薪資整體而言沒有漲 基本上是沒有漲大概多個一兩百萬 但是可以幫助這整個金鬥士隊友更好的一個陣容 這是我對於這個教練的一個想法 好那這邊我們再來看最後一個 我們最後是要用D.Angelo Russell來換這個養生曼巴 好啦 23號位搖擺人 Angelo Wiggins 可以啦 養生曼巴可以啦 但是 再加上換這個DAN DAN餒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DAN很貴餒 就是在我的評價裡面 DAN算是一個算是數一數二貴的一個球員你知道嗎 這個情況下的話 我覺得 薪資空間 爆掉先不講 你這個要我後續交易喔 我覺得 你這個 我個人認為 這個教練一來 Jerman Green保不住喔 先講 我覺得Jerman Green這樣會保不住 我覺得這個教練對未來勇士隊並沒有任何 正向的一個發展 因為我們現在可以看到這個 Angelo Wiggins 確實 在這期有稍微爆發一下 但是整體戰績還是沒有上去啊 所以我覺得現在這個情況的話 他教練來這個 Danjaro Russell 確實 還算可以 但是 我覺得啦 因為畢竟灰狼隊也曾經爭取過這個Danjaro Russell 所以他這邊出這個爆架 我個人覺得還算是給了一些誠意 但是真的要我講的話 最後啦 最後我就在想 這樣換可能太靠北啦 這個他們肯定是不會願意這樣換 我看看 他還加個Napier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他們如果真的這樣換我 義不容辭 你知道嗎 我們再換一個底薪Napier 然後Coverington 然後再加上這個Angelo Wiggins 首先第一點 我們心智空間爆炸 啊 無所謂 真的無所謂 這個情況下 我們只要 再把Jerman Green交易掉 我們這整個陣容就提升了 就是 就是這麼簡單 他們如果敢這樣換我們就直接 整個陣容再升級一遍 好不好 我先跟你們講 這個陣容我換了 這個陣容我換了 我換完之後我做第二件事情 把Jerman Green拿去交易掉 我個人認為隨便換 真的隨便換 我真的在這邊Jerman Green 再去換一個Mitchell Robinson 再加上整個Mark Morris 我這整個陣容也是 完完全全的完美升級啊 你知道嗎 我們這次跟 陣容也是完完全全的完美升級啊 所以我們這個陣容 我就跟各位講啊 這個陣容如果真的換下去之後 我們給各位看一下我們陣容 大概 可以到什麼樣的一個戰績啊 各位看一下 我只要做出這件交易案子的話 我甚至 這麼爛的一個戰績 五勝二十四敗 我都可以直接衝到西區第五 你就知道 如果他們願意那樣換的話 我們這整個陣容 首先第一點 Steven Curry回來了 然後 Cley Thompson 沒回來沒有關係 我們這邊補盡了 那我個人認為 相較起來 剛剛前面那幾個 交易案的話 我更傾向於 做 那我這邊跟各位講 最後一個結論 如果真的要做交易案的話 我會傾向於 勇士隊跟三個球隊做交易 第一個 太陽隊 第二個 灰狼隊 第三個 就是我們紐印克隊 他們去跟這三個球隊做交易的話 我個人認為是可以 產生 這整個 效益 最大化 這是我對於今天 DHR 未來應該去哪邊 這是我對於這件事情的一個想法 好那我們今天的影片的話 就差不多到這個地方 那如果各位對於這次 這個DHR 他未來有可能被交易呢 或是繼續續留在 競爭偶士隊 有任何想法的話 都歡迎在影片下方進行留言 好那我們今天影片的話就先到這邊 如果各位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別忘了下下方訂閱 別忘了下方訂閱 訂閱我的頻道 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